yoshi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圍組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雖然最近棒球圈的新聞都被水源事件洗版了 不過球技就快開打了 今天的影片來帶大家簡單看一下 在今年賽季,日資各隊的一些變化和展望 以及我個人的排名預測 每隊用大概2-3分鐘的時間 幫大家快速了解今年日資的開季資訊 歡迎大家留言一起討論,不過還請保持理性 首先來看到的是我的排名預測 個人認為今年的陽年首位,有非常大的機率會有軟銀奪下 第二名是去年的優勝歐利士 第三是火腿,第四C5 第五羅德,第六樂天 我們就先從軟銀的部分看起 軟銀雖然從21年開始就已經是連三年沒有打進日本一了 相較先前的五連霸時期是有著不小的落差 不過他們的補強其實一直都沒有停過 尤其今年在打線上,方眼六球團應該是火力最兇猛的隊伍 後面上是開季軟銀可能的先發名單 其中前五棒,周東、近藤、柳田、山川和立元 五個人都是國家隊等級的選手 一直排開看下來真的是有夠可怕 尤其是近藤,去年在到了軟銀之後 在場打方面又再更進化了一個檔次 而山川雖然在賽季前場外的生意很大 但在熱身賽期間的好表現也讓這些聲音越來越少了 只要他們的狀況都能調整到位 那真的會是每個投手都最不想面對的打線 去年季末還用交易從巨人隊換來了洋將Walker 在去年有不少人認為 軟銀戰機不佳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洋將表現不佳的關係 確實,去年四門洋炮只打出一轟五打點的超殘表現 而今年的軟銀,至少目前在開機這個時點 沒有再花太多的心力和金錢投擲在洋炮方面 正宗就只有Walker這位野手洋將 就是希望他能夠複製二二年時 整機有23轟的表現 而除了先發,軟銀的板凳深度也是相當足夠 主要的替補,應該說是主要的輪替球員吧 因為我覺得他們也都是先發級別的選手了 有隻也是今年賽成員的牧原大成 相當備受期待的大炮新人錦上彭也 算是老將,但一直都是主力的中村晃 還有去年東盟打得很出色的正木字野等等 整個野手陣容是相當令人期待他們今年的表現 那投手的部分,根據教練團的消息 確定會進到先發輪值的 是有緣航平,Moynello和何田義 沒錯,Moynello今年先發轉向了 在熱身賽也投得不錯 其他幾位競爭者有大觀有九、東兵聚、石川中泰 坂東勇吾、大金亮劍和史杜瓦等人6搶3 這些人裡面除了大金亮劍以外都老熟了 而大金在去年球季和今年熱身賽都表現很不錯 非常值得期待他能成為未來的軟銀王牌 牛棚部分可以期待的是去年的選秀二子 嚴謹俊界 在Moynello轉先發之後 步軍投手這個位置的空缺會有誰來補上就變得相當關鍵了 能不能和先前一樣穩定的把比賽交到Ozuna手上 對於軟銀的整個戰績會有相當直接的影響 那除了剛剛提到的嚴謹以外 幼棘克樹、松本玉樹、金森幼棘等人也都會是重點人選 最後講一下去年現役選秀 從火腿被換到軟銀的長谷川威展 他在今年的熱身賽期間獲得蠻多的出賽機會 或是對於火腿也會拿他出來去現役選秀感到蠻意外的啦 畢竟還年輕 投球的數據也都表現不錯 好消息是 在軟銀看起來是蠻有教練員的 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年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再來看到的是去年的優勝歐力士 歐力士這邊我想先從投手的部分看起 畢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三本優勝的離隊 歐力士在過去三年能拿下聯盟優勝 說是有很大一部分是靠三本真的也不為過 再加上三騎斧也轉隊到火腿 一口氣走了去年先發次數最多 而且也是對上聖頭排行前二的選手 這樣的情況下想要尋求連霸 個人認為難度是相當高 這樣一來歐力士的先發輪值 固定的會有工程大迷、三下順平大、東晃平還有填島大樹 另外兩個名額會有真骨隆平、三剛太斧 以及兩個新洋將 Espinoza還有從羅德轉隊來的Castillo 這四個人來去競爭剩下的先發席位 其實看似投手還是很夠 但就是在穩定度方面比較沒有這麼讓人放心 而先發部分少了兩名阻力 今年在春訓期間牛峰也是出了點狀況 過去兩年的勝利組牛峰阻力 羽田川優西和三騎薩一郎在春訓期間也是相繼受傷 應該也是因為一口氣少了這麼多投手 球團也在三月中把梁木蓮和富山琳雅再度轉回支配下 希望這兩位先前去動梯界手術的投手 能夠不論是在先發還是牛峰都能成為緩解壓力的即時雨 最後講一下幾個比較值得留意的新人 古田島成龍 去年選秀會的第六指名 名字滿有記憶點 來自社會人球隊算是極戰力 個人感覺是球速沒有這麼快的羽田川 另外是22年U23日本隊的終結者 全田劉成 雖然是選秀會的第七指名 但獲得監督滿高的評價 沒有機會進到開季名單 而還有一個新洋將Machado 去年在大聯盟國民隊還有44場的初賽紀錄 他在熱身賽期間就被撤到最快球速159公里 控球如果能在歐利寺投手工廠修好一點的話 在日子是有可能繳出大殺四方的成績 最後提一下 吉田會新被交易到歐利寺之後表現相當不錯 非常有機會再開季進到勝利組的牛棚 再來看到野手的部分 打線上來說去年少了吉田正上但補進了深有災 整體的火力可以算是沒有受到影響 他們也打出了2成50的團隊打擊率是聯盟最高 今年在FA市場上再補進了廣島的砲手西川龍馬 在本來體質已經很好的打線上再上了一層BUFF 長達火力上可能沒有軟移那邊來的兇猛 不過整體的完成度可以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吧 那阿比金是優勝球隊整體不會有太大變動 我就不一個一個拿出來講了 比較值得留意的是處於開放競爭的二壘位置 開季時有高機率會有狀況相當火燙的泰田量給拿下 另外ST鋼田也許會是他職業生涯的最後一年了 傷兵部分是來填兩斗再順遜大腿拉傷 本來是狀況還不錯的說稍微有點可惜了 以上是歐利寺的部分 再來看到火腿這邊 個人預測他們是會打進A段班其實有點加水啦 算是對這支球隊的一個期許吧 畢竟以整體的陣容來說相較軟移和歐利寺 是蠻明顯有一段不小的落差 不過他們去年在交流賽期間是有讓人看到希望的 阻力的部分也沒有太多傷兵的困擾 這也許會是新莊監督的最後一個球技 搞不好他會像當主要引退的時候那樣突然宣布消息 然後帶領球隊直接打進日本一野樹不定喔 一樣先看到投手這邊 先發部分 今年雖然是少了上哲直之這位球隊的聖頭王 不過從FA市場上獲得了三級服業的加入 媒體已經將他和伊藤大海以及加藤貴姿 起了火腿新三本柱的名字 在打線如果能有效發揮的情況下 三人都是有拿下10勝的實力的 而4-6號先發的競爭就相當激烈了 去年表現不錯的上緣劍太、陵木見矢 今年改姿勢、三本遊生化的北山宣姬 還有備受期待的京春上征和根本幽風 以及回過的洋將Verhegan都是教練團的人選 截至目前為止的熱身賽 除了Verhegan有點爆以外 其他幾位的表現都還算穩定 就看教練團怎麼取捨了 牛棚的部分跟去年差不多 會有御錦大翔、河野龍生、田中正義作為主力 其他值得關注的是福田俊 去年寫下連續29場出賽50分的紀錄 今年也極有可能會備受重用 另外去年也是主力的池田龍鷹 看起來應該是調整的比較慢 沒有受傷消息出現 但還沒有在關辦熱身賽出賽的紀錄 接下來看一下野手的部分 在開季的先發陣容應該會如畫面上的這樣 排出三洋將的先發陣容 洋將的部分火腿和軟鷹這邊狀況相似 都沒有達到球團預期的洋炮效果 去年季末只留下了Martinis 而今年補進了Stevenson和Reyes 在關辦熱身賽之前Reyes打得超好 一度被媒體封為是火腿打線的救世主 畢竟是大聯盟累積超過百轟的打者 不過一直到最近反而是Stevenson 在熱身賽期間有著很不錯的表現 Reyes則是被K的滿慘的 那究竟他們兩位能不能在賽季打出好成績 也是會很直接影響到火腿隊的戰績的 那在打線上的其他人 按照前幾年一直到今年熱身賽的階段 新莊監督一直都還在嘗試各種的可能 照目前看下來一定會在先發陣容的 也只有松本剛和萬波中正兩人而已 野村佑系在熱身賽期間表現還不錯 目前是卡下青宮信太郎因為受傷缺陣的三壘位置 青宮就算歸隊,勢必也會受到一些競爭 最後是傷兵部分的資訊 去年有機主力,上傳田大吳目前是傷兵 應該是有機會趕上開幕 另外是在前陣子,用俊拓也從巨人換來的若靈恍紅 才轉隊五天就受傷了,有點衰 預計要休養一個月的時間 以上是日本火腿鬥士隊的部分 接下來看到是C5這邊 其實陽聯在3-6名真的是超難預測 那雖然C5在去年的打線 是聯盟中常打能力最差的一支球隊 不過他們有著毫不遜色於歐利斯的強大投手戰力 再加上補了兩門算是有期待感的新陽炮 還是有機會力拚A段班的潛力的 那先講打線的部分 去年C5整個打線只有外齊修泰和洋將Makinon有打到規定打席 Makinon被評為是12球團中貢獻度最高的洋將 結果沒能留下,被韓子球隊重金挖走 不過還是有好消息啦 至少原田壯亮在開季應該是健康的狀態 麗三巧和中村崗野兩人雖然都年紀大了 但熱身賽期間看起來狀況都調整得不錯 主戰捕手苦後遊斗熱身賽期間被初三球退場 還好應該是沒有大礙能趕上開幕 另外還是去年回過C5的佐藤龍士 總算是被他熬出頭打出了生涯年的成績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好消息已經止於此 C5現在在打線上面臨的問題 就是在三者打線解體之後 新生代的球員接不上來 去年小松井監督其實也嘗試了蠻多種的組合 尤其是在外野給了智堅拓哉、林木降平、西川愛野 暗潤一郎和長谷川幸災等人不少機會 但都沒有能打出監督預期的成績 尤其是在長打率方面,只有長谷川有著超過三成 這些選手今年都要有突破性的成長,可能性相當低 球團這邊最期待的應該還是智堅拓哉 還有內野的杜布堅仁這兩位選秀會一直 能夠在紀念球季有所發揮了 稍微介紹一下剛剛提到的新洋砲 Aguila 還有Codero Jesus Aguila 是在大聯盟待了10年 打過6支球隊,曾經單季35紅,累積114紅的打者 熱身賽期間目前是打出了超過3成的打擊率 French Codero 則是主要在小聯盟打滾 卻連在洋基一層短暫上過大聯盟的打者 目前看起來是個超級大盲砲 33個打輸裡面狂吞了18K 雖然他在大聯盟時期也是個被三寸率高的選手 不過熱身賽期間打成這樣不是太看好他的表現 再來投手的部分 對於這部分我自己比較疑惑的是 目前的C5投手戰力 不論是在先發或是救援都表現得相當不錯 但去年的選秀會還是一口氣選了6名的投手 雖然是有著升邪亮劍和肘肘木劍兩位去動手術了 但還是有種你們應該要去選野手才對吧的感想 然後三川穗高的補償人選也挑了夾飛也央 看起來球團對他們的打線成長是滿有信心的 那因為投手整體和去年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加上篇幅的關係我就稍微講一下可能的人選 熱身賽看來可能的先發輪只有 靜井打野、平良海馬和羽田之一郎 松本航、Bow Takahashi 以及去年的一指五內下輝 高橋光城則是因為調整得比較慢 目前是還沒有在熱身賽出賽 牛棚部分主力依舊是瓶頸克典 佐藤準斧、增田達志 還有剛剛提到的補償人選夾飛也一樣 另外也是兩個洋將 Abreu和Yang Albert Abreu是去年在陽姬還有則45場出賽 最快球數超過100mine但空球不太好的投手 Jeffrey Yen則是最高層級3A的選手 最快球數也是能來到159公里 投球表現目前看起來還不錯 但基本都被他在投手敲傷的慶祝動作給蓋過了 那以上是C5的部分 接下來看到是羅德的部分 我一直到現在都還是覺得羅德是一隻很神奇的球隊 對於有稍微在關注日子的人可能還好 但對於看的比較少的人 可能會叫不出除了佐佐姆朗希以外的球員的名字 而且球隊的整體 不論是在團隊打擊率和防禦率的部分 也幾乎是都在後段班 甚至快要墊底的程度 但這樣的一隻球隊 戰績在這幾年幾乎是都能維持在A段班 那照現階段熱身賽的狀況來看 今年球季大概率也會是處於這樣的狀態 在我做影片的這天 他們是熱身賽12球團中打擊率最低、防禦率最高的球隊 講這麼多其實是想要表達我也看沒有太懂這隻球隊 所以這part比較主要會是一些鏡寬告知的部分 先發輪值的部分基本上確定的有 小島河災、佐佐姆朗希、總式篤輝 以及洋將Mercedes和美馬學 剩下的一個位置和輪空日 其他的先發後補有西葉勇士 和今年轉先發的終身俊介 後緣部分去年的主力一田直野、版本光士郎 還有西村天獄 在這次賽期間都有點爆 不知道在開季時能不能調整到位 而去年的中繼王Predomo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奸商的疑慮就沒有和他續約了 補了Codero和Dextra兩名洋頭 Codero第一場出賽就保重連發 一個人都抓不下來就下場了 而另外一位Dextra好像是要讓他先發 沒有關注到我就先不做評論了 那投手傷兵部分羅德這邊就多了 東條大樹、小野獄、炎夏大輝、本錢獄野 還有森寮大郎都在傷兵名單 短期間內應該都會歸隊 石川布和河村說人都要長時間復健被轉回獄城了 再來打者部分 剛剛最前面講是這樣講 但其實羅德還是有不少打者值得期待的啦 集緊監督其實很明顯將整體的進攻重心 放在岸田上線和山口航輝身上 目前是還有去年的全雷打王Planco掩護 不過其實他們都還沒打出球團的期待 就看兩人今年能不能有所蛻變了 鋼大海去年繳出了生涯最高的2x82打擊率 今年應該也會卡下一個固定先發 再來是中村蔣吾和騰岡遇大兩位終生袋 基本上沒有傷的話也會是主力的先發 而新生代去年表現不錯的友山賭灰和池田來翔 估計也會是今年球季重點培養的新秀 另外去年選秀會的第一指名上田西游翔 在熱身賽期間也有獲得蠻多的出賽機會 有蠻大的機率會直接進到開幕戰的先發 大家也可以關注一下 那在洋將的部分 另外補進了曾經的兩屆央連全雷打王Soto 雖然Soto在近3年的長打率有明顯下滑的趨勢 但怎麼說去年還是有打出了14轟 這在目前的羅德來說也算是頂級的砲手了 就熱身賽看起來他也算適應的還不錯 最後打者傷命的部分 前面一直沒有提到的藤原攻大 在熱身賽期間又膝蓋骨骨折 需要休養3個月左右 另外我個人蠻看好的高步櫻斗 則是去動了手術 目前正在復健中 近期應該會歸隊 以上是羅德的部分 最後看到的是樂天的部分 樂天去年在戰機是排名第4 其實距離季後賽席位也只有1.5場的勝差而已 那我會覺得樂天今年有可能會墊底 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問題其實是出在投手 尤其是在先發的部分 不論是新人還是老江的出賽狀況都很不穩定 而這個問題今年可能也解決不了 還出現了更多不確定的因素 首先是田中降大 前陣子連在二軍先發也是爆炸 然後又因為鬆緊欲速的離隊 要把去年先發表現最穩的哲本昂大轉為終結者 這麼一來先發勢必會再開季就用上新人 這就是我說的比較不確定的因素 那照目前熱身賽的情況來看 確定會進到輪值的可能只有 早川龍九、暗孝之和裝飾康城 其他的可能人選有新導航、內心龍和藤錦盛 龍中遼泰、一指的新人古蟹術 還有從火腿過來的新洋將Punks 整理了一下發現再加上宋家豪的話 樂天有好多三個自名字的選手 後援的部分少了剛剛提到的鬆緊欲速 另外還有因為霸凌醜聞離隊的安樂自大 所以可以看到在熱身賽拉上不少新人 像是去年選秀的五指、鬆田琢磨 可能開季前會轉為支配下的青宮虎多郎 先以選秀來的鷹井周斗 和過去沒有太多出賽機會的擊穿熊大等等 這些人應該都會在今年分擔不少的中繼局數 勝利組的部分應該會有林木翔天、渡邊翔泰、宋家豪、伊藤墨央 和前廣島的羊頭塔里來擔任 再來看到打線這邊 去年樂天整體在打擊率、拳雷打和得分都是在聯盟A段班的 石井已久監督用了大量的觸擊和倒壘戰術 在得分效率上其實收到滿不錯的成效 不過今年新上任的金江閩晃監督 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風格還需要一段時間觀察 那也因為晃監督的這個原因 加上我對樂天打線還真的沒有花太多時間研究 這邊我就從熱身賽的安排來大概推估一下可能的先發陣容 1壘茂木龍五郎 2壘小生田大翔 3壘淺春龍斗 游擊村林一輝 捕手太田光 外野三名 島內紅明 陳吉兩界 阿布壽術 最後是DH Franco 那之中一些主力輪替 還有鋼倒豪狼和林木大帝等等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小鄉遇齋這名選手 去年獲得重用 一年的出賽數快要超過過去4年的總和 他也打出了時空的表現 還跑了13次的倒壘 雖然上面沒有提到 但也很有可能成為開幕戰的先發 那以上是樂天的部分 篇幅真的短了一些 OK 那這是陽聯6支球隊的開季指南 陽聯的部分我趕一下 來不及的話 可能開幕當天再開直播和大家聊聊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